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来说和以前相比只有一个变化 就是抽签顺序的变化 其他的潜在的原来提到过的变化都推迟了 那么抽签顺序有什么变化呢 原先是先抽高学历的 然后再抽所有人剩下的 现在顺序颠倒过来改变了一下 先所有的申请人都抽65000名额 然后剩下的在美国取得硕士或者以上学位的人 再单独抽另外的2万的名额 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这样一个变化 那么所有的申请人 包括在美国有高学历的这样的申请人 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在前面抽到65000的名额 增加了抽签抽中的机会 那么除此以外 像我们说到 这个H1B申请目前还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仍然需要在4月1号 或者是4月的第一个星期 把申请提交到美国移民局 所以在此前 比如说今年的2月3月 就要开始做准备 先取得雇主的同意 然后想好工作 按照什么职位来申请工资等等 然后准备申请材料 还要先向美国劳工部BOL提交LCA的申请 那么LCA要批准了才行 一般要一两周的时间批准 同时还要准备申请的其他材料 所有的package材料都要准备好了 在4月第一个星期交上去 那么此前移民局曾经说过 具体来说是国土安全部 说过要改革 要改成一个雇主先要向移民局来注册 为了防止说有的公司 比如说除了他自己以外 另外还有子公司 关联公司等等 实际上是同一个职位 但是为同一位受益人提交若干份申请 来增加这个抽中的机会 这个是移民局不允许的 那么通过这个电子注册 总体来说移民局认为可以更好的管理 那么另外为了方便雇主 此前移民局说到 在注册以后先进行抽签 抽到的才需要提交H1B的申请 没有抽到的就不需要提交了 这样就可以减少浪费积压 但是如前面提到 所有这些改革都要推迟到下一年 目前的说法是 这到2020年才开始实行 我们注意美国有一个财政年度的说法 我们现在是2019年 但是2019年4月申请的H1B 是2019年10月1号才生效的 到那个时候就算是2020财政年度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文件 讲到2020财政年度 H1B的申请 那就是当前的这个申请 那么H1B申请的时候 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这个我们另外已经有视频讲过 那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 当然一个是雇主需要付 这个prevading wage这个工资 除此以外呢 还有这个申请的这个费用 这个根据申请的种类 公司的大小等等 都有这个区别 另外呢 在申请的时候呢 对工作职责的描述很重要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在过去一段时间 几个月里 如果是H1B申请 收到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被拒的 往往呢 移民局的理由是说 这个工作看起来呢 不像是专业性工作 这个职位没有说 必须要本科以上的资格的人来做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销售的工作 像这样的呢 那你要论证 说这个工作怎样 必须要这个本科以上的 学历的人来承担 这一点呢 可以说是H1B申请批准的 一个关键 我们在两年前 曾经写过文章 在我们的第三方的网站 一个叫建知信息网 题目是申请美国H1B工作签证 什么最重要 两年过去了呢 基本上这个文章里面 谈到的所有的内容呢 还都适用 大家可以参考 看到了解更多的信息 那总体来说呢 一句话总结 就是这个H1B申请 那么除了移民局那边 抽签的顺序有改变 对于申请人 个人 对于雇主 对于申请的时间 要准备的材料 申请费用等等 都没有变化 如果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参加我们的其他视频 或者联系我们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